香港船站我们来看到在复活节过后 有大批中国大陆的资金涌入香港 朝热了股市和楼市 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的房地产业 以八折出售了新屋 三个半小时之内全部售空 当中部分的买家是来自深圳和广东等地 星期天在红滩火车站外 超过千名市民排队 圆龙一报商场 蔓延到火车站外 原来是排队购买华人守护李嘉诚旗下的新楼 李嘉诚已是价80出售 位于江峻澳的智蓝天楼盘 则是后美尺9000元 当中内售空1648货 套现130亿 有买家花了750万购买三房单位 亦不建议多加15%的额外印花税 以来啊 是timing啊 timing 是啊 那现在都说楼价这么高 为什么仍然是日子呢 要税要吗 要税要吗 积极还是投资啊 都是积极 都是积极 OK 要不需要付税啊 付税 付税要也付税 市场消息指出约三成为投资客 有专门家披露 部分是来自宣算广东的投资客 他们有地产那些广告知道是有好对 我刚才提 刚才举例的那个都是他做的都是大楼下 就是说相对的广告便宜咯 人家就刚才广告了 他都说深度 所以广州都已经买到10万元一个平坡嘛 就是中心地点那些 那你香港 哇塞都地铁上过的哦 谈到大陆客来港抢购楼牌的原因 他认为和大陆目前的政治形势有关 那些内地现在打贪打得紧要嘛 那些真的 那些不见得光的那些都想快点走走 走走 那些大把那些豪载买出来 就是枪打出头了 所以反应走来香港这楼买 走来香港自由点啦 今次华人首富李嘉诚 已经不是第一次打折卖楼 去年年初就打出七五折 去年五月 全弯楼盘也打了八五折 有分析认为 李嘉诚之所以大量抛售 中国和香港的楼盘 是因为不看好 中国和香港房地产未来的发展 新唐人记者梁人珍在香港报道